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和大家討論幾單消息 匯豐出了12月,香港採購經理人指數會落到51.7 仍然處於擴張水平,連續三個月高於50 另外,看看其他外圍市貨 見到今天的互股是2013年首日做紅盤 不過,深圳綜合指數跌3點 另外,看今日日股亦是2013年開盤 升2.8% 台股,台灣和南韓股市下跌 今天恆生指數表現如何? 恆生指數收報23331點 下跌67點 總成交是774億 見到今天匯控跌1.5% 中移動亦跌0.7% 另外,ETF類股份好像安石A50中國 南方A50都有下跌 見到中資金融股都普遍偏遠 而賭股就普遍做好 今天我們很歡迎我們的嘉賓 第一,上海證券策略師Sam 跟我們分析後市 歡迎你Sam 你好Fiona 看回今天恆生指數的表現 就看見都不是說好像早段的跌幅 曾經一度卻低到200點 但見到兩天就升 今天跌幅 會不會接下來的後市就開始進入一個整固的狀態? 都有這樣的可能 我們看回這幾天的市況 其實恆子在A股休市的時間 曾經出現一個急的升勢 年代一度升至近23,400點水平 但之後就出現一些整固 如果用技術分析來看 連續兩天都出現類似尿頸的走勢 反而高位的沽壓都不輕 但幸好有些投資者追貨 我們從現貨的成交金額都可以看得到 其實過去兩天 星期三、星期四都超過800億 今天當然星期五 很多人都準備去放假 成交金額跌了770億左右 但其實都算是一個相對高的水平 這個可能反映有些買方的投資者 要見到市場或美國財政圓鞋改善 便趕回入貨 問題是上到一大水平 A股的走勢又好像 不是我們之前預期那麼厲害 投資可能觀望氣氛會比較濃 尤其是出了這兩個走勢後 如果技術性來說 短期的目標可能23,700左右 下方的支持可能23,000整數關位 再下一點就22,800左右 就有了 恆生指數的大概看法是這樣 看到鏈頭時 都會開始有些經濟數據 不同的機構都會出 昨天HKU出了一個經濟展望 看到昨天的重點 都會提到本地生產總值的GDP的增長 其實整份報告仍然很長 很多東西都提及 會否在其他報告的細節裏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投資的啟示或機遇 可以和觀眾分享一下 好啊 好啊 其實這份報告都挺長的 如果一般媒體或一般觀眾都可能留意 例如實質GDP的增長多少 但如果你仔細看回內容 其實都可能找到一些未來投資方向的端藝 例如有一段是關於外部需求 雖然外部需求整體的數字好像不太好 全年增長到1% 但仔細看其實它的數字從第三季開始 有一個反彈的 都叫中地的單位數5-6%就好 其實這個數字可能看回 原來香港的出口可能強了一點 這個可能是受外圍的經濟改善 或者一些QEV之後 或者一個財政員改善過關之後 可能利好氣氛 亦都可能利好外國的內需 這個可能都會牽引到香港的出口水平 其實投資者都不妨留意一些 即是從事貿易或出口 甚至一些運輸行業 例如是一些航運股 那一類的板塊 可能都有一些投資機會在